中华上下五千年,一共诞生了四百多位皇帝 皇帝年年有,明君也很多 开疆拓土形,文质武功形,仁爱慈祥形,天资聪颖形 今天,就让我们精挑戏选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皇帝 看一看哪些皇帝能脱颖而出 排名分先后,评选很主观 第十名,秦始皇嬴政 上榜理由,任何正面的皇帝排行榜必然都有我,这是规律 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书童文,车童轨,鸡匈奴,铸长城 这么牛的皇帝排第十 是的,就是排在第十位 因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秦始皇的序列虽然在所有皇帝前边 但他并不是一位典型性的明君 按我来看,什么叫典型性的明君呢? 意思就是一位皇帝的功劳在80%以上,过错在20%左右 这就叫比较典型的明君 很显然,秦始皇属于功过参半型的 他前期有多进取,后期就有多懈怠 前期有多勤勉,后期就有多腐败 前期有多人和,后期就有多残暴 大秦帝国在秦始皇的手里,就宛如转瞬即逝的烟花 烟花一冷,帝国覆灭,荣光也一并消失 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仍然举足轻重 千古一帝放在其他皇帝身上可能言过其实 但放在秦始皇身上,绝对妥妥的 为什么? 因为就连皇帝这个词,都是他发明的 第九名,则天大胜皇帝武则天 上榜理由,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能顶半边天 武则天的一生,无疑是传奇的 他侍奉过太宗李世民,又和高宗李治相恋 在高宗一朝全力做大 高宗病逝后,两度费力君王 最后干脆自己单干,改朝换代,代唐丽舟 自己当起了女皇帝 本质上,武则天是想当个好皇帝的 但奈何女人当皇帝这事儿,在那个时代太过敬畏天人 所以大臣们都不太配合他工作 这就导致武则天同志在位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但没有太大的成就,不代表没成就 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承认的女皇帝这一项 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在那个男权当道的时代,武则天能成为皇帝 已经不能说是传奇,而是一个奇迹 女皇就是女皇,墓碑都是无字的 为什么是无字的? 因为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第八名,汉光五帝刘秀 上榜理由,为了修正时间线 隐时我都召唤出来了 刘秀仍如其名,是个旋儿 别人打仗靠勇气,靠谋略,靠胆识,他打仗靠魔法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身为刘氏子孙的刘秀 当然要去收拾乱臣贼子 于是刘秀和王莽约好,在河南昆阳展开决战 刘秀两万人,王莽四十万人,结果我莽哥居然输了 因为开展前夕,天降陨时,把王莽的大军砸了个稀巴烂 这是一位在创业时期,各种以少胜多,绝处逢生的皇帝 经常各种极限操作,1V4 1V5更是家常便饭,眨眼就把能敌方水晶推爆 天赋直爆表,幸运直爆棚 他的人生处处贯彻了一个字,那就是,秀 太秀了,不仅如此,当了皇帝的刘秀 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加分项,那就是善待功臣 历来新皇登基,对当初一起创业的伙伴们肯定是卸磨杀驴 但跟刘秀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却几乎都得了善终 汉光武帝又秀又善良,排行榜上必须有他的位置 第七名,明太祖朱元璋上榜理由 开局给你一个碗,你能当上开国皇帝吗? 朱元璋同志的事迹就不需要多介绍了 童年放牛,少年做和尚,中年打仗造反,中老年当上皇帝 朱元璋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位罪证的皇帝 高祖刘邦,曾经是秦朝的派出所的所长 太祖赵匡印,是后周的殿前都点减,相当于保安大队长 几乎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当过前朝的公务员 只有朱元璋,不一出身,没领过元朝一块钱工资,纯粹白手起家 一不一个脚印在元末乱世里做强做大 最后终于加封九五,成为皇帝 和其他皇帝不同的是,有人当皇帝,是抵抗不了权力的诱惑 篡权夺位,血腥残忍 总结来说,大部分人想当皇帝,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欲望 但朱元璋同志很显然不是 他当皇帝,是被逼无奈 少年时代,他曾经喂了一口饭在寺庙状中 也曾经喂了一碗粥四处乞讨 当上皇帝之后,自己能吃饱了还不算 朱元璋还想让老百姓都吃饱 严打贪污,体恤百姓,搞了很多惠民政策和制度 出身百姓的他,最懂百姓,也最理解百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对百姓最好的皇帝 但爱于老朱喜欢杀功臣这一条,所以排名稍有降低 不过朱元璋本来就不是在意排名的人 他自己也亲口说过吗? 我本怀有不一,天下与我何加烟? 第六名,汉武帝刘彻 上榜理由,会自我检讨的皇帝 才是皇帝界的一股清流 武帝人如旗号,上武,非常爱打仗 打敏月,打匈奴,打南越,打西南夷 打冬月,打朝鲜,打车师,打大碗,打轮台,打玉城 有人说不可能吧?怎么能有人怎么能打? 唉,不要怀疑,以上,不是我胡说八道 每一场战役,史书均有详细记载 从汉武帝亲政开始,基本上每天都在打仗 这事儿有利有弊,保家卫国,开疆拓土 汉武帝可以说是为中国皇帝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 他的名字响彻整个大汉,他的功绩直接闪瞎我的狗眼 但常年的穷兵独武,也让汉朝的综合国力大大下降 通常来讲,明军都是能知错,能改错,但是绝对不会认错 毕竟是皇帝啊,这一认错面子往哪搁 但汉武帝却知错改错且认错,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 亲自对天下世人检讨自己的过错 就凭这胸襟,榜上有名,不过分吧 第五名,唐太宗李世民 上榜理由,天命所归,大唐第一号风云人物 李世民同志在当皇帝这方面真的是没得挑 但是功绩谁都有,历朝历代随便拽出两个明军来 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可以和太宗皇帝打个有来有回 之所以李世民可以位列榜单居中的位置 是因为他的一项特殊才能擅长人事管理 不过刘邦也擅长人事管理,朱元璋也擅长 但如果说刘邦和朱元璋是高手级别的 那么李世民就是大神级别的 在他治下的名臣实在是太多 房玄陵,杜如慧,长孙无忌,楚岁良 秦书宝,玉池公,林胡得芬,李耀师 光有一流人才,不算什么 李世民还是个非常尊敬人才的皇帝 皇帝偷着玩小鸟,恰逢魏征同志来做工作报告 皇帝怕被魏征看见自己玩鸟是玩物丧志 一直把小鸟攥在手里 直到魏征下班,太宗皇帝都不敢把小鸟拿出来 结果把小鸟给闷死了 那么问题来了,李世民是怕魏征吗? 不,他是皇帝,他当然不怕魏征,他是尊重魏征 皇帝是万成之尊,天下之尊 试问,这世上真正能做到尊重别人的皇帝,又能有几人呢? 但,李世民也有缺点 他这个皇位吧,来路不正 毕竟是杀兄弑帝抢来的 所以在本次排行榜上,屈尊第五名 第四名,亲圣祖爱新觉罗玄业 上榜理由,自古英雄出少年,康熙就是最强少年 康熙皇帝的人生事迹,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了 少年轻政,停三番,除敖拜,统一台湾,驱逐沙俄,三征嘎尔丹 基本上这位皇帝的前半辈子,就没怎么消停过 加班狂人,熬夜是日常 而且,以上丰功伟绩,多半是在皇帝年轻的时候干的 甚至有很多时学家认为 康熙皇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古一帝 因为他的一生实在是太过波澜壮阔了 当然了,时至今日,千古一帝这个名头 因为一部分网友的滥用 他的荣誉度已经大大降低 今天隋阳帝杨广也是千古一帝 明天商纣王也是千古一帝 后天宋徽宗还是千古一帝 八岁登基的爱心诀《螺旋叶》用他的所作作为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61年的执政岁月 更是让他获封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待机之王,挂机之王,舍我其谁 不过由于在位时间太长,后期待政偷懒,也是在所难免 综合考量,康熙大帝,位列第四名 第三名,南唐后主李玉上榜理由 歌其实很贤明,歌其实很铁血,歌其实很有才,是你们误会李玉了 我知道看到这里,网友们肯定又要炸锅了 的确,在人们的固有印象里,李玉是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 他的确是亡国之君不假 但人们对他的那些标签印象,却是大错特错 有人说李玉昏庸无能,但其实李玉同志在位时 富国强兵,发展民生经济,军事财政两手抓,水平相当不错 他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帝王,治国水平非常高 说他丧权辱国,更是子虚乌有 李玉常年和北宋的赵匡胤大哥对着干 这么多年下来,没少打仗,也没少反抗 自己还偷偷练过水上特种部队,打算和赵匡胤拼死一战 他很有勇气,而且是那种宁可战死士设计 也绝对不肯拱手让江山的类型 而说他沉迷玩乐,那更是大大的冤枉 人家李玉正点上班,正点下班,从来不缺卡,不早退,不迟到 李玉是喜欢唱歌跳舞,书法音乐,但人家用的都是业余时间 皇帝也是人啊,拥有点爱好不过分吧 所以事实上,真实的李玉和大部分人认识的李玉,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他绝对当得起明君的称谓 李玉写诗写词自成一派,书画艺术独树一致 音乐水平更是了得,放在今天,参加个选秀啥的,妥妥的全国总冠军 李玉同志的一生,悲凉而决绝,柔情又铁血,正如他的那句诗歌一样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消汉,玉树穷之作烟螺 几层石干戈,如此传奇,如此遭遇,位列排行榜第三名 第二名,宋仁宗照真上榜理由,善良,始终是生而为人,最大的品德 中国历史上,仁德的皇帝有很多 清仁宗仁德,爱民儒子 元仁宗开明,包容天下 下仁宗宽容,体恤百姓 明仁宗温和,政令宽善 这些帝王已经很优秀,但如果说真正能代表人的皇帝 我还是首推宋仁宗 宋仁宗实在是个善良的人 大夏天出去六湾,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回头 下仁们看着觉得很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谁会闲着没事,问皇帝回头看什么 那不是诚心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皇帝回宫之后,猛喝一汽水 皇后说你怎么这么渴啊 在外边没喝水吗 仁宗说你可别提了 我一路回头看了好几回 发现下仁们都没带水 我也不敢问啊 我怕问了之后,宫里的人知道 这帮下仁忘了带水在处罚他们 皇帝担心下仁受罚 能忍多时饥渴,实属罕见 皇帝喝完水,就该吃中午饭了 宫女端上来一碗米粥 皇帝刚喝两口,就吃出一粒沙子来 这可把皇帝给吓坏了 是的,你没听错 米粥里吃出沙子 把仁宗皇帝吓够呛 仁宗表示,我吃出沙子这事要绝对保密 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不然做饭的厨子就要因为我而受罚了 这只是仁宗生活中的两个写照而已 我们的人宗同志,是千古难遇的老好人 他善良,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受到惩处 他公平,无论是下人丫鬟 太监宫女,他都一视同仁 一个对身边人都如此仁善的皇帝 对天下百姓又怎会不好呢 甚至在宋仁宗去世时 当时的辽朝皇帝耶律鸿基痛哭一场 哭得嗷嗷的,那是相当难受 连敌国的皇帝都为之痛哭流涕 宋仁宗岂能不榜上有名 第一名,吴越国主前红处上榜理由 真正的帝王,是懂得放弃的帝王 提起前红处,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位皇帝,没有作为 政绩平平,业务能力平平,各种平平 丝毫没有突出的地方 而他能成为本次排行榜的第一名 要从一段历史典故开始说起 从陈桥兵变之后,赵匡印做强做大 已经逐步统一北方 这时候南边还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李玉的南唐 还有一个就是前红处的吴越国 李玉抗争一阵,打不过赵匡印 于是被扣但前红处坐拥江南 家大业大,完全有实力 赵匡印碰一碰 但前红处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决定 他放弃了自己的皇帝位置 放弃了吴越国的绵延传承 举国投降了 那么这样一个投降派 何德何能在排行榜的第一位呢 有人说,当皇帝就要拼死栗战 但拼死栗战会让多少士兵买骨他乡 有人说,生死存亡之际 绝不投降,血战到底 但血战到底要让多少生灵涂炭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而为了天下百姓,前红处做了一次伟大的放弃 他举国投降,尊赵匡印为帝,舍别归总 将所部十三州,义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 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族,七数献给宋朝 促成中华统一 而吴越国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毫发无伤 文治武功难免杀凶势帝,文韬武略难免血债累累 皇位,是多么的诱人,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有一主的可能 但前红处却做到了,做开疆拓土的帝王 做贤明聪慧的皇帝,做仁爱慈善的君主,都很简单 但做一个懂得放弃的帝王,却是难上加难 为了天下苍生和百姓,毅然决然放弃自己的地位 哪怕是有战胜赵匡胤的可能,他也选择了放弃 他也许在历史长河中没有名气 他也许在诸多帝王中没有功绩 他也许无能,蠢笨,怯懦,没有任何和优秀帝王沾边的地方 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 是的,前红处是一个好皇帝,更是一个好人 因为爱和善良,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永远的主题 而这,也是我热爱历史的原因 因为我始终相信,在那些血与泪交织的封建历史中 在那些刀光剑影闪烁的残酷往事下 在那些全谋和欲望的交锋中 人性的光辉和善良,将永远存在 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